两只弃毒犬在船上跟着警方来回巡视 当一只黑色的弃毒犬打算跳上岸时 却发生意外 众人惊声尖叫 警察也没来得及抓住他 就让他掉进海中 海巡署查获了琉球级渔船 船上有超过一顿的毒品 其中一只弃毒犬叫做Max 今年两岁半 31公斤左右 第一次上渔船侦查就见了大功 只不过因为顽皮跳上岸 失足不慎掉进海里 当时我是顾不得身上的一些装备 我就马上跳岗去救他 负责训练Max的教官 回想当时情形 还是心有余悸 幸好众人及时救助 入水大约三分钟就将警犬吊上岸 我在那段下 这只狗是 它眼神我看得看算是非常惊恐 虽然说平常我们也是有做一些用训练 但是那惊恐程度 我可以感受得到 之后也有仔细检查Max的外观 索性没有大碍 反倒是教官还有些许擦伤 他的努力工作 就是为了这一颗球 警察之后也有给Max 他最喜欢的球 当作他的奖励 当天也有再度模拟跳船的情形 让他之后执勤的时候 不会害怕跳船 记者梁家文 林玉珍综合报道